新冠肺炎疫情下,香港甚至环球经济大受影响,减薪财源之声此起彼落。每当有任何风吹草动的时候,市场就开始出现一些要求减辣的声音,希望政府逐步撤除楼市辣椒,避免楼市极速下行的风险。 日、夜、的事成真了,楼市终于减辣了,不过不是大家期待的住宅。香港金融管理局公布,放宽非住宅物业半径贷款的逆周期宏观审慎监管措施,将非住宅物业半径贷款的半径乘数上限调高。 一般个案的上限由四成上调至五成。供款与入息比率等要求则维持不变。那为什么会放宽非住宅?而不是住宅呢?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,住宅物业市场维持平稳。 而不同类别的非住宅物业包括写字楼、分层工厂大厦及零售业楼宇的价格和成交量均出现显著调整。 再者,鉴于疫情及持续升温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,将继续影响营商信心,非住宅物业市场预期会持续受压,考虑到非住宅物业价格走势,交投量,经济基调和外围环境等因素,认为现时适合放宽非住宅物业的监管措施。 虽然政府有出手减纳,但实情对整体市场帮助不大,未有很大刺激作用,尤其是对升斗市民帮助有限。 因为购买非住宅物业的主要是投资者及用家,他们的财务状况较好,资金比较充裕,即使政府放宽了一揭成数,对他们决定是否入市影响不大。 说虽如此,但这有种好过没有,而且这可为市场带来一个正面信息,就是金管局有密切注视市场发展,再有需要时会再次放宽限制,是可加可减机制,并不是只会加辣,没有减辣。 当金管局放宽非住宅物业按揭成数上限后,不少人会联想住宅会否同样跟随减辣,暂时来说,这仍是一场梦,估计住宅物业难以减辣,因为即使楼价大跌,当市场周期未有转变,预计楼价随即反弹,金管局也不会调整监管措施。 无可否认,政府去年以放宽首置按揭保险,再一步放宽机会不大,不过在疫史影响下,有人认为适当的减辣是可以的,可激活楼市,有助从镇正显著收缩的香港经济,不者认同的,但一定不可以助长楼市炒风。 初步的想法是减轻首次置业人士负担,例如宽免首次置业人士印花税,或者豁免首置者按揭保险费,以帮助有需要人士上车,限聚令下,看楼活动受到影响,交投减少,楼价出现下调压力。 相信第三季负资产住宅干揭贷款中数会上升,如果政府进一步研究放宽住宅干揭可能性,也许就可以避免负资产加剧打击整体经济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